第线 找林志杰 林志杰 开场出头啊 经验上的这种差别很大的 对 胡锦秋这球被干扰了 被陶汉林直接盖掉 刘钊 这个后场的传导球出现问题 又是林志杰 林志杰 投敌手给胡锦秋 这里有了 终于进了 哦 林志杰这边突破是造成了逃犯林的犯罪 哇 林志杰开局可以的 对 胡特斯没怎么拿分呢 今天 林志杰外线图手 好球 再接着落第一位给他 来球林志杰 哇 林志杰真厉害啊 最后的十秒钟 投篮了 林志杰控一下节奏 好球 哎呦 防得严 这不让林志杰有空间的 哎 吐了 林志杰进来 嗯 太好了 要不要把这个贾成和乌柯啊 其中一个换成讨款林 林志杰的罚球 今天的三分球十投五中 已经得了十八分了 第一罚命中 一方最好的是这个林志杰 一方最好的是这个林志杰 一方最好的是丁燕 你想这对决很好看 对 呃 我是想到这个结果 但是没想到这个过程 对 其实山东队的机会一直非常多的 嗯 这样呢就是一锤定音啊 十分 最后的十二点七秒 朗森外线的出手 他们就没有 波罗西斯把蓝球拿下来 好 那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浙江广沙是105比95 十分的优势 在主场击败了山东队 这样队史第一次进入到了CBA的总决赛 恭喜浙江广沙 同样呢山东队这场比赛所拿出来的战斗精神 不愧于他们一个赛季的努力